逆境也能种福田,看你怎么善用其心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我们只要能够善用其心,都是我们修福德的机会。 第一个是遇到顺境的时候,正好修福报。 每个人一生,都有顺境,有逆境。 顺境就是你这段时间,干什么事情都很顺利,人际关系很和睦,好像好运来了,门板都挡不住。 遇到这样的顺境的时候,你自己要思维,你自己不要得意忘形。 要自己思维,我的家庭现在很多钱,很富足。 这一定是从往事不失里面得来的。 所以财富多少,不是说你有多少能力的财富,有能力的人多了,那谁都能得财富啊。 这就有命的,你命中有,很轻巧的都能得到,命中没有,你一天算计到晚,你也得不到的。 所以要思维,最近这段时间赚了很多钱,家庭很富足,这一定是从不失里面得来的。 为了使自己富足的这个命能够长期的延续,我应当更要帮助人,去不失。 那在顺境的时候,身体很健康,没有疾病,这一定是从慈悲里面来的。 所以我赶快还要去戒纱,去放生,去吃素。 这就好像燃灯,这个灯面正在明亮的时候,你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往灯里面添油了,不要等到这个灯油都烧干了,你再添油,那就晚了。 所以在顺境的时候,你要提醒自己注意修福,你既然家里富足,你更有条件去修福,那些贫穷的人,那些三宝。 供养自己的父母,去放生,去印经书,去造佛像,去盖念佛堂,去盖安养院,这些都是你修福很好的项目,包括修桥补路。 处在逆境的时候也能够种植福田,这怎么种植呢? 那我们生命当中,也会碰到一些逆境。 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,碰到什么人,好像都跟自己作对。 这个人倒霉,叫盐罐子里面都生躯,喝开水都赛牙。 在这情况下,你不要怨天尤人。 你就要思维,我现在的这种意境,困难,都是我素食的恶业所感召,一定要逆来顺受。 逆来顺受就是还债,做还债想。 修身以四命,赶紧要尽得修业,修行道德,来等待这个命运的转变。 这才是一个君子的行为。 不仅这样思维,而且进一步要做到,如果自己贫穷的时候,你要祈愿天下所有的人不要像我这样贫穷,要有得到富饶的命运。 这就转念头。 如果自己现在多病,疾病缠身,要尝愿天下之人都健康,如果自己遇到官司,斗争这个情形,要尝愿天下都和睦,如果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智慧,昏庸。 要尝愿天下所有人有智慧,如果正好自己是一个残疾之人,六根不惧,要尝愿天下所有的人都六根玩具,相好庄严。 要这样发心,可不要说,哎呀,我是一个残疾人,我希望所有人跟我一样残疾,我很贫穷,你为什么那么富贵?你们要跟我一样贫穷。 但你麻烦了,这个命就雪上加霜了。正好你要以这样的一个逆境,来发一个善愿。 所以每遇到一种困难,患难的时候,你就要发愿,我要好好修行,我要在未来的时代救度这种患难之人。 你这样一转念头,就集烦恼为菩提,毒药就变成了甘露。 你这个善心,善愿一出来,你的命运就能改变,你就修到了福德。 如果没有智慧的人,正好相反,那就是每况愈下。 我现在没有知识技能,恨不得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愚蠢,我现在打官司,也希望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打官司,那你就麻烦了。 所以遇到逆境也能够种植福田,看你怎么善用其心。 还有一个,他人做善,我能受福。 这就是谈随喜功德的问题了。 这里就是修行的方法。 其他的人,如果他行善,他去布施,还没有付诸行动的时候,我就从旁边劝勉他。 告诉他布施的功德很大,修妙的功德大,造相的功德大。 劝勉,就由于你的劝勉,引导,修到了福。 如果他人的善已经做了,你为他感到欢喜,快乐,哎呀,你真了不起,你真有功德,你真有善根,你帮助了,他也高兴,你也高兴。 这就是随喜他的善行,而修到了福。 进一步地修,你向他人宣扬这个善人做的善事,称扬他的美德。 令其他的人都来效法这个善人的善事。 这就是你以赞叹修到了福德。 所以劝导生福,随喜生福,赞叹生福。 把这个再推而广之,天上人间所有的善行,善事,古往今来所有的闲人, 则是他们做的一切善行,你都可以去随喜,去赞叹,都是我们修福德的机会。 所以普贤十大愿往里面,第五愿就是随喜功德。 这个随喜功德的随喜的对境非常大。 比如随喜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八相成道的功德, 乃至他无量节以来在菩萨因地修行的功德, 还有菩萨,还有罗汉,还有大修行人多生多劫所修行的这些苦行, 这些慈悲,善良的行为,这个福德,智慧,都随喜。 不仅随喜这些圣人,就是六道凡夫他都有善行,都要随喜。 这六道众生,哪怕一毫之善,你都去赞叹,去随喜。 那人道里面的善行,善是很多,全且不说, 就是动物界里面都有很多善行,你都要随喜。 比如这个大雁,他有忠贞爱情的,不乱来的德行, 这个养有孝道的德行,这个老虎都有结义的善行, 老虎吃饱了,你给他再多东西,他都不会去贪婪, 不会去储存的,狗有忠的德行。 这些动物的一毫之善,你都去赞叹,都去随喜。 那你看,尽虚空借所有众生的福德,你都去随喜,去赞叹, 他们所有的功德都会变成你的福德。 你能这样随喜,赞叹,你就是在行普贤大愿, 你随喜,赞叹到究竟圆满的程度, 你自己也就是普贤菩萨。 你看,这都要善用其心来修行, 其他人做善,我们能修到福。 那有一种情况,其他人做恶,我们也能修到福。 那这个怎么修呢? 这里就存什么心了? 其他的人,他要造恶,他的恶事还没有造的时候, 你努力地去劝止他,叫他不要去做。 那么你有这个劝止的行为,你修到了福。 那万一那个人劝不住,他的恶事造出来了, 别人造了恶,你不要去欢喜, 你要忧愁,不快乐,为他造的恶你很难过。 你这一念心,就修到了福。 那个人造了恶事,你就隐恶扬善。 隐恶,不要去宣传,尽量把他隐蔽下来, 不去说,你也修到了福。 万一这个恶事被所有人知道了,那你盖不住, 你就以他作为一个负面教材, 自己和他人不要像他一样去做。 你这样的一种行为,你也修到了福。 如果他人的恶事造在自己身上, 你能够忍受,不去回报,你修到了福。 如果他人的恶事造在了另外一个人身上, 你劝另外一个人忍受。 不要去回报,你也修到了福。 你看,你只要有智慧的话, 别人造恶的过程,你都能修福。 可见这个修福报,修福德, 一切时,一切处,任何环境,都能修。 看看,我们要善用其心。